猪油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健康的 吃完猪油会增肥 其实恰恰相反 其实我要说猪油是最健康的油 这个也有点不靠谱 但是相对它是非常健康的油脂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君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今天做什么呢 上次练完机油 可能粉丝朋友说赶紧练一回猪油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练猪油 那今天就食材猪油 那我们买的这个是猪板油 这个一块 本来其实我们想买一半 他说要不然就买这么多 我们不切 这六块五一斤我们买的 实在买不到猪板油 其实也可以拿肥镖来代替 然后还有一枚八角 一点香葱 然后干葱和姜片 实在就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加工 这个猪板油 我们提前给它化开了 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买回来就是这种状态 事先我们也没有清洗 不要紧 来我们现在就是给它切一下小的块 切这个小块的目的 就是为了待会我们练的时候 好出油 切这个板油 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它是有油脂在上面的 有的时候会粘刀 我们就切成这样的块就行了 规则不规则 没有所谓 来 来看一下 怎么样 沉默了 还是要减肥 腻 第一 猪油是非常健康的油 我们要说了 第二 猪油 你看着腻 你吃着 它香啊 它也并不腻啊 待会我们练完了之后 你看一下 应该是非常清亮的啊 好 那我们这个猪板油 初步加工啊 切完毕了 还是挺多的啊 沉默 没事 反正这个猪油呢 我们可以长期的保存 我们多练一点 慢慢用啊 我们有很多猪油的菜 会跟大家分享 切完小类呢 我们要用清水清洗一下啊 我们到这边来 来 这个吃 那我们用清水 把转面和带有的这个脏东西 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 能闻到有什么味儿吗 不好闻的味儿 不好闻的味儿啊 用清水给它洗一下啊 这个不好闻的味儿呢 其实也不是不好闻啊 可以啊 没毛病啊 这人说 洗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水给它控一下就可以了 用冷水洗或者温水洗 全都可以啊 可以了 我们来回到沾板 好那我们清洗干净了之后啊 非常清香的啊 现在是 来 我们给放到这个炒锅里啊 炒锅里我们已经提前放了水了 我们要焯一下水啊 焯水 我们要冷水下锅啊 焯水的目的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或者说是去除一下 甚至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好的味道 第二个呢 其实它也会更好的出油啊 我们现在所做的操作都是为了出油服 那现在我们开火啊 可以开大火 在煮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切一下这个姜啊 这个姜呢 就给它切大姜片就可以了 切那么几片 放在这里面 这个葱干嘛用 所谓的它也是去腥的作用 来 我们就给它打个结啊 来 这边我们开大火啊 这个水一开 我们就可以给它关火了啊 把油给捞出来 不要长时间的煮啊 不要让它就是这个水煮沸之后 我们还要再煮 这个油会释出的 随着这个水温的升高 你看就是这个板油感觉 润了啊 要给它飞水 就是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水温大概八九十度吧 就是也别让它全开 就是有的人呢 然后会放点什么香叶 八角桂皮什么的 我觉得不用啊 这个时候呢 哎 你看这个水到这种程度 刺开没开的时候 来我们再加一点白酒 高度白酒进来啊 同样也是起到了去腥的作用 我们熬完了猪油之后 这些就是油渣啊 非常香啊 吃过油渣吧 油渣还吃 是怎么吃 蛋白糖还是怎么着 还直接吃 油渣饭 我去绝了啊 油渣面也可以啊 那回头我们不行 再来个油渣炒饭怎么样 找一个 先要把这个猪油给炼出来啊 再等一会儿 我们马上回来 就是这种状态啊 你看我们的这个水 马上就要开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久煮啊 把我们的这个猪板油 来捞出来 放了这个白酒之后 还有这个酒香味 好 顺时来 看一眼 就是我们焯完水的这个肉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我们把这个葱姜挑出来 然后我们再拿清水冲洗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啊 好 顺时我们又清洗过的这个猪板油啊 我们直接还是给它放进刷干净的这个炒锅里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开火 开完火来 我们里边加入一点水啊 我们这是700毫升 但是我们用不了那么多啊 来 加一点水 这个水到什么位置呢 就是能基本上都润到这个板油的全部就可以了 这个水呢 没有一定之规啊 就是可以多一点 可以少一点 多呢 你就是多熬一会儿 少呢 就少熬一会儿就行了 就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开大火 我们这种方式呢 就是水熬啊 就是也可以放点油 直掉 就是用水熬的那个猪油呢 会更白一点 但是相对来讲呢 用水熬呢 它可能里面最后也会含一点水分 就是它可能保存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但是不重要 基本上熬这么多 家里边 要是放冰箱冷藏的话 三个月怎么也吃完了 所以我们还要更白一点 更漂亮一点 这种熬的过程当中 就是随着水分的蒸发 一会儿它会慢慢出油 我们待会儿看一眼它的变化的这个状态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就是一定要不能离开 就是不要说我们就是现在加了水了 就是可以短暂离开 或者不管了 千万不要啊 就是感觉这个水慢慢的蒸发掉之后 在出油的那一瞬间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有油出来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叫全程小火 来 蒜水 刚才其实我们焯水的时候 放了一点白酒 现在还可以再放一点啊 没有毛病 好 我们给它搅均匀 来 拉近一点 感觉一下 我们那个水快蒸发的差不多了 现在感觉是还有水啊 其实这个边缘已经感觉有点出油了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它开小火 其实这个全都是精细火 都是用时间堆起来的 但是今天是不是能开了摘了 就是我们这满满一锅的油渣 这回能吃够了 能吃够了 其实都可以当小零食吃 油渣 蘸白糖 好 上这儿我们大概应该是七八分钟的样子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出油了 看到了吗 就是我们这个油其实是非常清亮的这种感觉 就真的是这个油现在有点像水的感觉 是不是 其实所以说我们这个雪白的油 我们就是一直小火啊 在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油了 但是我们出完油之后还可以继续炼油渣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一枚八角进来啊 就一枚就够啊 我们可以就是再放几片姜 这个时候把这个姜放进来呢 第一个我们是观察这个板油的这个颜色的变化状态 第二呢我们看这个姜 就是基本上这个姜的水分释出之后 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出油了 我现在想到了回头做这个猪油汁的炒饭 我现在这个食欲就出来了啊 在做炒饭应该是第几种炒饭 我们挑战一百种炒饭的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十六种啊 我们会在出每一道炒饭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数字写在我们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 来 省事过来看一眼 这个姜这个水分没了 已经有一点微微的糊的感觉了是不是 没事啊 板油基本上也发金黄色 这个时候我们关火啊 关火啊我们可以出油了 看一眼我们这个油的清亮程度 来 省事 来 就是这个油你看 非常的棒 它要凝固之后才会显白色啊 这个油里边要有一点这个肉汁啊什么的 就都可以给它摔出去 来 其实这个猪油是很健康的啊 不要认为这个猪油谈猪油色变 猪油其实比很多油都是健康的油 好 炼这个猪油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猪油是非常非常烫的 这样烫一下真的可了不得 先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这个油渣 猪油渣还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最佳的状态 我们要继续熬它 马上回来 好 省事就是我们再继续炼这个油渣之前 来 我们刚才还有这个甘葱啊 其实没有甘葱可以拿洋葱啊 直接切成圆片啊来 我们就用这个猪油的余温来把它放进去 放几片也是就是去它的这个腥味就这么放着就可以了 晾凉之后就可以拿保鲜膜盖上或者放在一个小的罐子里 然后放在冰箱里储存 基本上冷藏三个月没问题啊 冷冻半年 那算是你看呀 这我们的甘葱圈放进去 你看就是这个其实猪油的余温都是这种状态 真的是很热啊 那算是呢我们接着来啊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姜捞出来 八角也捞出来 现在这里边就是我们剩下的猪板油了 但是它现在的这个状态还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所谓的油渣的那种状态啊 我们要是炼到我们想要的油渣的那种焦黄的感觉 就是对我们这个猪油它就没有那么白了 那没事 那我们继续来啊 开一间大火 刚才我们是拿水熬了这个猪油 来 那我们现在再加一点水进来啊 注意安全啊 水放进来之后 现在是大火状态啊 好 现在这种状态我们小火 家里的火能有多小就有多小啊 这个时候真的也是要不断的搅动一下啊 这个板油它还会再出油 但是它现在再出的油呢 就没有我们刚才第一次出的油那么雪白了 但是不要紧 我们全都可以用啊 雪白的猪油我们要干雪白的事儿 就是不是那么白的猪油 我们也可以炒饭啊什么的 其实全都可以用啊 雪白的猪油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猪油捞饭 猪油捞面 它从浅黄金黄一直到深黄色 然后其实我想要的这个状态是要那种褐色 其实也不能说是褐色啊 比褐色要再浅一点 就是小时候家里边真的就是这样啊 家里的油那时候还凭油片 来点猪油那是真递的了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熬完那猪油 大人把这个油汁放在一边 一回头不怕烫 一会儿这就没了啊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猪油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健康的 吃完猪油会增肥 其实恰恰相反啊 其实我要说这个猪油是最健康的油呢 这个也有点不靠谱 但是相对它是非常健康的油脂啊 来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的大一点点火 好顺时来看一眼 这种状态我们要关火了啊 不要怕这就感觉是有一点焦焦的这种状态了 这个恰恰这是我想要的这种状态啊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是把火关了啊 关火之后它还是再升温的 来再给这个油渣一个特性的算了 我给倒出来吧 你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第二批的油和我想要的这个油渣的这种状态 感觉一下行吗 清不清 有没有食欲 真的特别有食欲啊 沙沙作响是不是 现在可以真的直接可以放点白糖进来了啊 第二批的这个油也还是比较清亮的啊 相对来说啊 那我们现在尝一个这个油渣啊 表面上看很平静 一点都没有烫的感觉 但是你一咬开 哇这真是太烫了啊 好 算是那今天我们这个炼猪油 我去慢一点 慢一点 放在上面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批的猪油和我们的这个油渣 来算是先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果啊 反正就是这样 晾凉了之后一定非常雪白 那今天我们这个熬猪油的方法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用猪油做的菜式 然后还有用这个猪油渣做几个菜 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摄影师说的啊 猪油渣炒饭 好 我们马上安排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看一眼 哇 太香了 能听到我的声音吧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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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